试探的过程当中应该也感觉到了ST可能还没走过 西桥这边真是热闹啊 WEST和SHOTIM之间的大战 WEST已经是一个残血了 打火的过程当中 前面武汉扫了一锁子 但是 WEST那边好像没有反应过来啊 是的 其实对于这个后续的跟枪来看的话 虽然说是弥补了自己前几枪马的这个劣势 但还是导致了自己的迅速倒地 没错 最关键的是 这一步架对于SHOTIM来说已经是失败的团战了 因为现在有声的战斗力量全在低点的防区 想下去扩大战果是不可能了 没有机会的 而且你还要 看VS的态度 对 VS这边是不管那个 直接就打 这之前别人没招我我都劝他们的架 对 但是SHOTIM现在两人编制大拳也在 还是有一波的机会 果然这边打了一个背身龙肝 但是有一颗脱手雷 小心一点 直接出来了 再拉出来 Z9这边再去勾面 有掩体 Z9两个五步轻挑 直接是放倒对手 直接爆头 烟雾当中放倒了Z9 是的 对手 对手 VS这次很有机会 拿下 但是呢 依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果然 4M这边过来劝架了 这是上场比赛 决赛圈的两个老冤家了 这场比赛呢 Z9这边应该是 第一时间还没能扶起来 小帅呢 放倒了WYY 丢头之为这个timing点 马上就被捕捉到了 那是否能够给到 队友去扶Z9的机会呢 另外一边 Other就是在一直等待 像上场雨林地图一样 等待一个最终的结果 这个三支队伍如果来的话 除非是雷中了 否则的话 会构成一个相对平稳的三角形 对 VS现在的两个有胜利量当中呢 小帅这边是被Other抓到了一个背身 雷刚才好像脱手了 莫竹补掉了小帅 WYY这边呢 又被舒寒给放倒 NV的枪线布局是非常的舒展的 圈形果然是刷到了小岛之上 当然了NV4M vs 没时间看这个圈形 他还要继续打下去 就是Other刚才那次击倒 非常非常的关键 让本来平稳的一个三角形 平衡被打破了 一颗手雷再加上铝热弹的伤害 VM现在只有莫竹一人了 而NV这边呢 只要打掉前点的莫竹 后点的刃这边 可能会要被逼着和公主这边一打一 其实确实像你说的一样 和一个人没区别 因为后点的刃呢 是完全被锁住的状况 他很难帮忙 莫竹等于是单兵在面对对手 对 刃呢在想办法 看看能不能够帮到队友 他的找角度 丢颗埋雷再丢颗火 这都是NV有可能在进攻的路线上面 会吃到的道具 4M在数据上的表现来看的话 投掷物的使用效率非常之高 场均20个 而NV这边呢 扶起人过后 再往后拉扯一下 Princess现在心率也在逐渐上升啊 投掷物扔过来看了一眼 无伤大量 这个道具应该是 进去了 S倒地过后 感觉NV的前点奥点一定要小心一点 但是这颗手雷非常精准 东东倒地 这个平衡虽然被打破了 但是三角形的基本结构还在啊 各种队友都在尝试当中 看看这次Princess 卡尸角拉过来 瞬间完成了铁血突破 两个位置同时又出现血案 NV现在裂开 可以说是多点被开花了NV 对 这个导播也切得很快啊 没有让我们错过哪 每一次击倒 是的 就公主这边刚接到一个 然后就切到另外一边去了 我觉得这也是导播对于公主的一个信任 他拉出去了肯定有了 对 三连暴走 补掉一分过后 任也倒地 公主驾到 再来一颗雷 这个分数应该是可以补掉的 看看墨桌 四连枪王 五个淘汰 现在在总淘汰榜上 公主已经九个淘汰了 NV这边又回来了 现在在12攻 是1打1打1 一个小的决赛圈 也可能啊 这样的一个圈星刷新 那三支队伍 都是把彼此看作了分数 对 但没有想到都装这儿了 特别是Princess的一个精彩发挥 有点绝望了 让其他两支队友是没想到啊 而且这个点位呢 只要能够打下来 你的药品 是不需要为后面几个圈星担心的 那甚至有机会能够进入到前八 去拿到更高的 哇 这颗雷 莫竹瞬间残血 但是莫竹没有松 看这颗雷出手 向神城武 大小姐驾到 通通闪开 对 右下角 情侣直标 160 这个时候 苏翰还要来挑战吗 其实我个人感觉啊 可以打 当然要打呀 因为已经这样了嘛 对啊 而且你有六个淘汰又怎么样呢 最关键的是没有人知道 公主是不会知道 苏翰已经来了 是的 小小身法秀 圈星是也已经刷新了 来到了东南 还是有一定的水域面积 嗯 插播一下目前的运营情况啊 在东桥 RSG 微博gaming AG K1是堵坐一团 而KSG呢 确实接替了TT的这个点位之后呢 站上了全场制高点 这场比赛应该有极大的上限 这个鬼落了 另外一边呢 隐猫和杰两个人的枪线是扫下了3-3 这场比赛 而公主最终是被舒函给淘汰 RSG先过桥 微博再过桥 AG这边呢 可以顺着微博的这个顺位再往前走 体坛和GTIP 目前来看的话 体坛已倒在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上 果然 默示一颗手雷 为SUKI和1都带来了默示 淘汰一人 击倒一人 那现在体坛 还要再往前面扶吗 我觉得 哎 河匠那边击倒了默示 这就是他们敢于去扶的原因所在 侧翼有一个架枪的选手 但河匠的备弹不多了 YDD在紧急的来到正面战场的过程当中 当然其他队友已经来了 对 记得 比较细节啊 先拿再去挡一下对方的枪线 而我gaming显然也是这么想的 对 你能这么玩我也能这么玩 但是你俩要想到一块去 那可就不太妙了 那KSG就可以随便玩了 野猫这边是直接被扫下来了 顶到经典过后 SUK也倒地 到前开车的过程当中 86跟天两个人极其发力 杰在跳车 放倒了仙仔 SDE的话 正面战场还需要在天上更多的新兵才行 86现在是一个被压制不能起身的状况 起来之后呢 先封一颗雷 队友过来 再去停了这个位置不太妙 不过没有时间管那么多了 两个人看看面对杰 一个是死血 一个跳枪 一个干拉 跳来跳去 两个人都是死血了 演舞当中 小杰像跳跳虎一般 给到了对方非常大的压力的 很可惜啊 寡不敌重 而且呢高点的KSG这边 顶到前点位置的时候 是先往下面丢到剧 后面服队友的 86已经999了 但是队友现在是需要救救救啊 那双方都可以扶起一人 嗯 但扶起一人过后呢 结局是不一样的 因为KSG这个点位实在是太阴霸了 刚才KSG其实随缘丢了两颗雷 能炸到就炸到 炸不到也无所谓 我先救我的队友啊 这样的这么好的一个圈形 肯定是要搏上线 而不是贪恋脸上的这几分 就是抽奖的 对 再来一颗雷 浪度倒地过后呢 86也是被淘汰掉 这真是瞬间完成了对SD的团灭 当然对SD来讲 这属于无望之灾 是的 谁能够想到在KSG的严防死守之下 能够扎进来一只微波gaming 一个就一个 窝里窝里就一个 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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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都非常有难度的啊 不不不 牛逼 好嘞 牛逼 这真是现在 有的时候啊 我们不想看到战队独狼出现 因为独狼出现呢 往往都预备着 哎 选手在转点的过程当中 没有可能像这样被扫下来 哎呦 弟弟这个三倍AKM压得也非常的稳 嗯 但是在职业赛场上面呢 你看独狼操作就是一种享受 高点这边 扎宝出枪过后呢 没能造成击倒 地点被一直在往上面赶 KSG这边呢 是想要在圈形的东北部 驱赶成一个弱色 但很可惜的是啊 来往的人是络绎不绝 K1在摇火力车的过程当中 也是被KSG全员拿下 安妍这边呢 也是拿到了三个淘汰 全队KSG是拿到了八个淘汰 哇 这一波其实对于K1来讲 当然三男一车那也没办法 但是这个载具突然间的一个飘移 帅是很帅 但是帅也很帅啊 在Princess发挥的那个过程当中 他们在北断的人 来到这里的话 基本上载具啊 血量都不太健康了 龙家宝呢 也是从圈形的东南处 向北部的厕所 24这边 进攻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圈形也是点到哪儿就来哪儿了 但不管怎么说 微笑他还做了这个准备 先看这边 韩将军 独狼面对对手 好 左右拉扯 狼颖刚刚在左下角 也是来了一波小刷屏 手感火热的狼颖 在解决掉了J Team过后呢 舒涵也是被带走 合将这个位置啊 是很难跟队友协同的 但是你看Princess发挥的这个 快乐的身姿 应该是不知道进点 好像听到了 脚不露了 对 已经听到了 那这样的话 合将其实是一个 原点有架枪进点 自己的 哇 还好有原点架枪啊 要不然的话Paur这波 很有可能会倒地 对 因为Paur这边呢 是在躲闪 嗯 然后队友那边能架到枪 所以Paur就放心的 把自己的背后交给队友 相信你所 对 相信 坚定你所相信 高点上的人呢 不会一直占据地形优势了 对 陈森森落地的僵石 被格子捕捉到 万卫扫射非常的帅呀 将格子给撂倒 但是弟弟的捕枪来的 也非常的迅速 原点的架枪 安妍应该是 找不到对手了 失去目标了 对 这个过点呢 有点难看 对 边形呢是稍稍地向北部刷新 而对于AG来讲 刚刚登了一半的山 身后突然间出现枪线 这对于他们来说 是非常难受的 好在高点呢 还有KSG的干扰 让JDE不能够全身心地 投入到 扫射他们背身的动作当中 小文这边是已经被淘汰了 不过阶段6 给到北切过后 KSG还要再向圈边惊天霸吗 因为自己已经吃到了回切圈 而且呢 在另外一边安妍 脚下是有风险的 不过伴随着JDE的出枪 AG现在也只剩晚风一人 那怎么看这场比赛 很有可能是JDE和ACT最终的一个局 因为KSG安延的这个倒地 不只是对于自己很致命 AG也非常的致命 因为头领的平衡被打破了 对 那这样一看的话呢 KSG肯定不会把自己的重心 放到天霸这边了 所以说呢 他不一定能够全身RST 目前来看啊 这个场上最安全的就是RSG 现阶段是这样的 对 宝宝位 不过天霸在冲击的过程当中呢 又被微笑给扫了下来 插制被淘汰过后呢 现在天霸已经是被两边夹击了 南部的ACAT 以及北部的KSG 这个位置应该是非常难的 对于天霸来讲的话 手握95分的年度积分啊 我们不算他总决赛要拿多少 他是首先得拿到门票啊 对 他必须要进入到总决赛 现在烟雾散去 那也就意味着天霸可能故居 至少故居居的比赛时间呢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而且现在天霸有点难受的是什么 这两波折腾下来 载具可能已经没有耐久了 是的 他想扎到RST那个点位 都没有机会 微笑的这六颗手雷啊 应该是有余力的 马上散开 但是这是个神车呀 挡位下 再来一颗雷 隔的这边已经被微笑给看到 先放到格子啊 这个没办法 你躲雷 你躲不了枪 对 躲枪也躲不了雷 而且他左右两边都被抽啊 你看他爬到了车的另外一边 ACT能打到 在车的北部这一侧呢 又是会被KSD打到 这个车被炸的是瑟瑟发抖啊 好在原地有枪线 让自己看看能不能再次的成为一个宝宝呢 没机会了 ACT在南部的出枪呢 收下了RST的两分 目前来看的话 JDE掌控的面积还是非常之大的 接下来是KSD 而ACT和天霸 天霸自然是排名末尾的 而且也被淘汰出局了 那么前面我们说了 其实在艾炎被击倒的那一瞬间呢 JDE和ACT的胜率是直线上升的 对 但是KSD是狂凶弦弹雨扶起了一人 现在呢 在阶段7的刷新来临之前 我们也不好研判 谁的吃鸡概率更高 现在是一切皆有可能 嗯 也比较难受 所以说呢先给一点火车上的压力 削残之后呢 看看JDE和ACT打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一波腰射 MISKR放到一个 天霸被宝扫了下来 行程在半破珠江过后呢 明明也倒地 导师这个位置左右为难啊 两边都有枪线 而且队友现在第一时间支援不上 大家都在车上的过程当中 宝藏涛在半破的位置又放倒了导师 JDE有点裂开啊 现在只剩两个人 微笑和炸宝迅速行动 目前来看到ACT还真是以较高的编制 拿下了这波推进的胜利 但是过来炸宝非常的果断 劝架好快啊 是的 在顶的高点 宝藏涛这边放倒了炸宝 一旦来到肉身搏斗的过程当中 ACT虽然被淘汰 那JDE的剩计也不是说一点都没有 来看苏南顶到高坡的位置 只要能够拿下微笑这边的话呢 还是有机会能够给对方造成非常大的限制的 但可惜的是 JDE现在已经没有再去了 而另外一边呢 锁谷是直接炸倒了苏南决赛圈 新月如火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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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